从1862年到1873年 陕甘地区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大屠杀 史称同志回乱 在当时数千万人头落地 数百万家庭绝户 根据复旦大学的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的数据分析 在大屠杀过后 原本总人口1300多万的陕西死亡400多万人 其中关中地区人口损失多达45.8% 甘肃原本总人口是1945万 大屠杀过后死亡1455万 原有280万人的平阳府死了高达249万人 原有141万的庆阳府死了128.7万人 根据大致统计 这次大屠杀死了快2000万人 这么一看陕甘地区几乎就没人了 为什么这里会发生这么恐怖的大屠杀呢 提到同志回乱 就不得不提到当时的陕甘地区的民族分布 在同志时期 陕甘地区混杂着汉族和回族 回族人普遍信仰伊斯兰教 汉族人信什么教 我作为一个汉人到现在都还没搞清楚 满洲统治者为了控制陕甘地区 一直在有意无意的制造 伊斯兰教徒和非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矛盾 而且每次矛盾都集中在生存问题上面 还真是很精准哦 知道中国人最在乎吃饭问题 这样一来 两个族群相互牵制 朝廷就安稳了 这一招在太平时期是有用的 但是在1860年代 这个平衡就失控了 平衡失控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回族群里面出现了一个巨龙人心的领袖 马化龙 马化龙是伊斯兰哲和忍耶学派的第五代传教人 以总大阿亨的身份行使教权 在当时 哲和忍耶学派在回族的影响越来越大 几乎所有的回族穷人都信奉这个伊斯兰教派 而马化龙作为教主 自然也就成为了回族群众中的土皇帝 再加上这个人平时对回族同胞特别好 在回族之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如此一来 只要马化龙找对机会 振臂一呼 十几万回民都会心甘情愿的跟着他造反 但这一点不是很要紧 在过去 官府会利用老教派打压惺惺的哲和忍耶教派 这样一来 两个教派互相牵制 再加上清军上阵 回族也就搞不起什么风波了 可是1862年 太平天国和脸军割据东南部 对抗满清中央 这一年 太平天国联合脸军进攻陕西 而清军的主力这时候都跑到东南去打仗了 一时间 陕西兵力不足 又面临太平军和脸军的进攻 偏偏在这个时候 当地官府还在刺激回族人 于是回族的伊斯兰教徒就想趁机作乱 企图绿化西北 1862年4月 魏南几个回民在华州跟汉人买猪肝的时候 因为涨价问题 双方发生了冲突 几个回民被汉人打死了 结果当地官府法斥则回民无故闹事 紧接着魏南官僧詹印南 华州团念白祥生 又以抓捕叛贼为由杀了17个回民 第二天 这些汉人还放火烧了回民聚居的秦家村 你想想 你把回民的家都烧了 那人家村民不就等着饿死了吗 很明显 满清官僚一路在错误的道路上裸奔 这个时期 闪干地区已经没有多少秦军了 回人一旦造反 满清官僚没法评判 其次 比起我们汉族人 回族人在马化龙等宗教领袖的带领下 邻居力特别强悍 随时都能发出荷报的力量 汉人官员到这个时候还在刺激回人 于是大屠杀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了 这一年 任务 郝明堂等人 趁陕西甘肃 临下的残余清军 要抵御太平军和炼军 就聚拢数万回民 四处烧杀劫虐汉人 陕西巡抚一看事情闹大了 就赶紧安排陕西团天大臣张福去安抚回民 结果任务和郝明堂却说 张福准备要杀关陕西的回民 激动的回民杀害了张福 局势彻底失控 一时之间 回民造反的队伍迅速扩展到了二十几万人 动乱的风火迅速遍及八百里青川 这些回民将箭头指向不信教的百姓和官员 他们在关中各区展开了疯狂的大屠杀 屠杀一路蔓延到了甘肃临下等地 随后 马化龙以总大阿公的身份 在临下金鸡堡举兵 杀临下道台侯云灯 知府吕继绍 知见造长根 第二年十月 这个人带领回民攻陷灵州城 有了马化龙上场 回民的作战意志就更加强大了 大量所谓的一家族死亡 而且不仅人死了 佛寺道观也被摧毁 孔庙有没有被摧毁呢 目前我还没有资料 最可怕的是 从1862年到1869年 一些极端的回民居然还想烧了皇帝灵 幸可没有成功啊 我们可见 满清在西北的土治已经岌岌可危 1863年 满洲正白旗将领多龙俄 率部从河南进入陕西 暂时把回民打退了 回民蜷缩在陕干边去 没想到1864年 太平军在陕西打死了多龙俄 多龙俄一死 回民战时没有了后顾之忧 于是又重新跑出来搞大屠杀 大清洗 为了他们的神 去杀所谓的异教徒 眼看陕西地区渐渐失控 位居中央的两宫皇太后 决定让汉人将领平叛 满清中央把秉浙总督左宗棠 调任陕干总督 并受左宗棠为钦差大臣 催其迅速北上 督办陕干郡务 1866年 左宗棠带兵进入闪干 但是他没有急着去打回民 因为左宗棠发现 清军之所以镇压不了回民 是因为陕西外面 还有一波又一波的 汉族反清势力 比如说炼军 这些汉族反清势力的目标 就是推翻清朝 对满清中央来说 这些反清势力的威胁更大 也就是说 清军要同时消灭 汉族反清势力和回民势力 这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一个拳头两个目标 打谁都不可能赢呢 于是左宗棠花了一年的时间 平定了汉族的反清势力 然后才集中力量 调转枪头进攻回民 回民作难的日子到头了 以下所讲的史料 来自清史稿列传第199 以及左宗棠的奏章 左宗棠对付回民就特别狠了 他对参与暴乱的回民格杀勿论 如果回民还敢反抗 那么屠村屠城也在所不惜 1868年年末 左宗棠进军陕北 然后进兵董元臣 1869年 左宗棠肃清洋 荆州的回民 在左宗棠的进攻下 回民死伤大半 不少人选择了投降 其实投降的可能也没什么好结果 比如说后来的1873年 左宗棠进攻宿州 宿州回民投降 左宗棠把回民首领处死 然后回民的叛军 以及叛军的家属老幼 共计7000余人被杀 是的 投降的也要杀你 在左宗棠的进攻发略里面 回民大首领马化龙 一直被视为最大的对手 从1865年开始 左宗棠一路绕着马化龙的根据地达 先把马化龙的盟友 一个一个干掉 在当时陕西各路回民 被清军打得不成人样 马化龙为了遵循伊斯兰陌生的教导 同时也出于同族同胞的感情 就到处接济回民 这样一来 马化龙的粮草逐渐不够 而且他努力救同族也不用 随着各地的回民被镇压下来 1869年 左宗棠派刘松山进攻林下的金基堡 而这个地方正是马化龙的大本营 清军大举围困金基堡 同时要求马化龙 把他的回民部署交出 马化龙不肯出卖自己的同族同胞 就自己跑到清军那里投降了 并对清军说 以我一人之死 赎万众无罪之身 第二年 马化龙被临时处死 随着马化龙这个宗教领袖的死 各地回民的生活逐渐恢复了平静 满清恢复了在闪甘的统治 统治回乱 汉人死亡一千多万人 回民死亡六百多万人 在这场世纪大悲剧里面 谁要为这将近两千万中国人的死负责 相信同学们会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说法 历史老师我想说 这场悲剧的最根源应该不是宗教分歧 也不是民族矛盾 而是四个字 吃饭问题 正因为满清官府没有办法协调好 汉回两族的吃饭矛盾 所以才导致了回族人的大肆报复 吃饭这两个字实在是太难了 汉回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